美国司法部正式向法庭提交申请 要求扣押一码发展公司 总值10亿美元的资产引发轩然大波 首相杜斯里纳吉今天下午对事件表态 他说政府会严正看待美国方面的举动 但希望各方不要先忘下定论 他强调美国司法部采取的是民事诉讼 因此不涉及刑事案件 美国司法部申请扣押近10亿美元的豪宅 和艺术品声称这些资产 怀疑和一码公司的违法活动有关 尽管在提供文件里没有点名首相 纳都斯里纳吉 但纳吉今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 免不了受到大批国内外媒体包围 他回应时说政府致力于做到良好施政 因此会严肃看待美国司法部的举动 必须较 dijelaskan bahawa ini merupakan tindakan civil dan bukan tindakan jenayah dan ia terhad kepada nama-nama yang telahpun disebutkan dalam laporan DOJ 除了强调这是民事诉讼 不属于刑事案件之外 纳吉还强调 所有被美国司法部点民事案的人 都有权利在美国法庭进行自我辩护 包括他的继子李扎 纳吉强调我国政府绝对会遵守国际法 配合外国方面的调查工作 他说虽然我国政府严正看待 但在调查程序完成之前 各方都不应该妄下定论 NTV7综合报道